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部剧至今都没有上线 剧里还有宁静 高禄 唐国强 王刚等一众老戏骨 后来查了资料才发现 竟然要等到2030年播出了 天拉撸 我们还能等到吗 童年拍摄的还有金婚 随着网友们的考古 调皮叛逆的童多多也在被大众所熟知 刚出道时的赵丽颖也照样逃不过要演民国情感大剧 在所清秋她是冯绍峰大老婆的丫鬟文艳 那会的赵丽颖肯定想不到自己会在一十年后嫁给冯绍峰 出道三年后 赵丽颖又活跃在各个古装剧中 先是在《苍穹之卯》中饰演温柔善良的灵儿 又在新版《红楼梦》中给蒋梦杰作配 同时还不忘在《新环珠格格》里搭档李胜 海陆等人 每一个配角时刻 都是赵丽颖为后面的大女主打下的基础 不过别看小赵如今这么成熟优雅 之前在《家妻如梦》里也是一改往日形象 饰演了叛逆且非主流的女孩安安 估计如今赵丽颖本人看到这个角色 也会在心里小小的吐槽下巴 即使那些年被某导演说圆脸 赵丽颖也没有为了迎合大众去整容 直到一十三年 她被女妈发掘 拍了自己人生中第一部女主的剧《路贞传奇》 从这以后 赵姐就打开了自己演戏的大门 资源接踵而至 剧本也可以由自己挑选 人生也步入上了新台阶 后来赵丽颖拍什么《提财火》什么 六年连续爆了六部剧 这么优秀的成绩单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比的 如今她和林狗子二搭的《雨凤行》已经杀亲了 又是为波鲜火的一部大爆剧 赵姐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所以去年郑小龙导演拍《幸福到万家》时 就明确地说过 我不找流量明星 但我找赵丽颖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就足以证明赵丽颖的实力了吧 现在赵姐演戏这么游刃有余 都是靠一部部作品 一个个角色打下的基础啊 她能已经成为收视女王的前提 也是经历过很多磨难 才走到大众面前的 唐僧因为片酬比孙悟空少五块钱 就辞职不干了 这才有了我们看到的经典唐僧 就离谱 看看那些年半路幻演员的奇葩事吧 要说最经典的幻角 那莫过于86版西游记了 直到现在我的直播间还每天放映着 可宝子们知道吗 当年这部剧的拍摄可是一波三折 就连唐僧这个老师傅 都是中途换过三个演员的 分别是汪月 徐少华和池仲瑞 其中徐少华子演的原因你肯定想不到 只因为他的片酬比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少五块钱 不知道看到西游记火遍大江南北 他有没有后悔剧影了呢 因为这部经典的老剧有过 边拍边播以及重拍的情况 所以我们那会看到的唐僧仪会长这样 仪会又长那样 见过一个演员分饰两脚的 可当年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还有一个角色轮了三个人演的 和老板西游记一样经典的 还有87版红楼梦 这么一看八几年才是真正的神仙 打架的年代啊 而我们要说的就是红楼梦中 和公公有过雨水之欢的秦可卿 这个角色中途也换了一次人 分别是张磊和夏丽蓉 还别说穿上戏服再加上 杨树云老师的巧手 这两人确实神似 难怪看剧的时候 我们没有发现半路换人了呢 但靠自身长相相似度高达99%的 还的是毕清小和尚 活佛纪公衣里的毕清是高号 剩下的二三部里的毕清 就换成了叶祖心 当年公布演员表的时候 网友大声直呼 这不就是同一个人吗 长得太像确实没办法 但他俩这不是一个人啊 高号是美人心计 钟灵心如的儿子留起 而叶祖心是步步惊心里的石阿哥 当年因为同在恒电拍戏 还和华飞梁梁有过一段恋情呢 这么一说宝子们能分清一些了不 不过要说高号和叶祖心是走散的亲兄弟 我都信 因为真的太像了 有超牛的家世却从来没炫耀过 这四位低调的明星 家庭背景太牛了 别看神仙姐姐刘亦菲在娱乐圈属于顶流人物 可要在他家族上排排号 那也是不起眼的一个呢 刘亦菲的爷爷孔军 曾出任武汉医学院的副书记 奶奶安运输做过三年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书记 别看名称这么拗口 其实是一个学院恶 而刘亦菲的爸爸安少康当过武汉大学的法文教授 兼巴黎一等外交秘书 甚至还参与翻译过世界名著巴黎圣母院 哇塞 就这个家世水平 普通人这辈子包括下辈子都没法达到吧 靠唱跳出圈的王嘉尔 在没有进入娱乐圈时 就靠配件运动拿下了三个亚洲冠军 三个全国冠军和一些其他比赛的冠军 你以为他就这点隐藏的实力吗 说到王嘉尔运动生涯取得的成就 那就不得不提他的爸爸王瑞基了 他是香港基建队总教练 而王嘉尔的妈妈也是前中国队体操名将周平 咱就是说运动基因这么强大的夫妻俩 孩子的运动细菌 呃不 运动细胞绝对是在线的 但最让王嘉尔引以为豪的还是他的老爷周永昌 他是上交大附属医院的名誉主任 终身教授 别小看这个终身教授 一经聘用 就会顺利延期到退休 期间不经过任何业绩考核 还不会被解聘 所以说周老爷的这个荣誉可以合图悠悠 即现零笔尖的 这简直就是天选金饭碗啊 2023年了 还有人不知道普术的老爸普祖印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他还是兼磁层物理和空间等离子体物理专家 兼北大教授 兼博士生导师的吗 这么一串溜的头衔读下来 属实有点拗口呀 不止这些 普术的麻麻刘平也是很牛的 他是我国第一代计算机女工程师 同时还是北大的高级工程师 实打实的计算机工程领域专家 果然牛人找的老公也更牛 这一家的实力都不容小觑啊 只是后来普术做了歌手 也是他爸妈万万没想到的 马伯迁作为明日之子的亚军 他父母的家世也不简单啊 常被网友提到的就是他爸爸马清韵 先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 后来又在宾西法尼亚大学读研究生 早年参与设计过香港的恒隆广场 以及宁波的天一广场和宁波日报社总部等等 每一个都是拿得出手的作品 再说回到马伯迁 他的音乐天赋肯定是隔背遗传的 虽然他的老爷李安格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副教授 研究员 原中国女排教练员 一辈子拼搏在运动场上 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心底最深处的歌唱梦想 所以马伯迁步入演艺圈 也是受到了老爷的影响 目前他和赵露丝正在拍摄偷偷藏不住 很多网友吐槽他不像相言 至于具体怎么样 咱们还是等待电视剧播出后再评价吧 以上四位明星从来没有炫耀过自己家人的家世 他们能在演艺圈有如今的地位 都是靠自身实力说话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